10月16号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 59年前的今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跨进核大国行列 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今年清晨,国家安全部发布文章 文中讲到了两代一星先驱前学森艰难回过途中 中共隐蔽战线发挥了特殊重要作用 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 钱学森等无数海外留学儿女新潮澎湃,立志早日回国投身建设 1950年,当钱学森准备回国时 美国政府对他进行了无端指控和无理软禁 联邦调查局将其拦住关进监狱,移民局抄了他的家 美国海军部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甚至说 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 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中国去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 美国以仗空中优势,持续派遣间谍飞机入境侦察泣密 并空头间谍向我渗透 我反间谍部门及时掌握情报 同防空部队有效配合,屡屡打下谍机 逼捕大批飞碟 被捕美谍被依法判刑 这使美国政府承担了巨大的政治压力 战后,美国政府企图寻求解决途径 就此问题与中方谈判 1954年6月,中美两国启动日内晚会谈 钱学森等留美人员回国问题成为与美国博弈的焦点 经过激烈的交锋 最后就双方人员和乔米回国问题达成声明 1955年9月17号 被扣留五年之久的钱学森携家人踏神归途 为了确保其归国安全 中央指示具有丰富隐蔽战斗经验的外贸部李强参与保护工作 李强密店在港的华人公司具体负责 为了安全接到钱学森 华人公司提前安排人员登上了钱学森归国的邮轮 与他取得联系 为防止迪特混在中外记者中 在香港码头迎接时实施暗害 华人公司派出轮船 提前在海上迎接钱学森 改由九龙上岸 乘火车入深圳关 在他回国后 为严防迪特暗害 中共隐蔽战线为钱学森配备多名随身的护卫人员 在车辆出行 家人日常起居等方面 缜密部署 就连钱学森家里的饭菜 茶水 甚至是酱油 白糖等佐料 也要经过专职的食物化验员检验后才能使用 可以说中共隐蔽战线 就是钱学森如影随形的贴身保镖 在两单一新事业进行中 除了钱学森 还有像钱三强 邓家仙等一大批科研工作者 把汗水和热血洒在茫茫戈壁 把个人的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把个人的志向与民族的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 苦干惊天动地的事 甘作隐姓埋名人 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大力协同 勇于登攀的两单一新精神 永久镇刻在中国大地上 值得一提的是 今天不仅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9周年 也是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 钱三强 诞辰110周年 在这里我们勉怀致敬